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惠与夏梦 陈思思合成长城三公主 形象雅致温润 傅琪是长城的代表性男星 善演敦厚善良角色 他们在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其中大家更熟悉的是傅灵芝 后来改名叫傅明县 也就是在古天乐版《神雕侠侣》中出演郭福的那位演员 在香港演艺圈小有名气 不过傅明县无论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 还是对感情的经营都无法与父母相比 而石惠和傅琪相如以沫了70年 他们的晚年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傅琪喜欢打网球 石惠喜欢看书和养花 如今石惠89岁 傅琪94岁 最近有看到傅明县发布的一张两位老人就餐时的近照 照片上两位老人虽已步入冒蝶之年 但面色红润 两人的身体都非常硬朗 二 天皇巨星李丽华 千面小生严俊 李丽华纵横影坛30年 两度荣鹰金马影后 严俊即编导演于一身 正反角色皆擅长 这一对银色情侣曾合作过多部电影 两人合眼的万古流芳 还拿下亚洲影展最佳影片 严俊首次指导的电影《乌山萌》 也由李丽华担高女主角 这对才子佳人婚后 曾携手打造出许多华语影坛的景点作品 多年以来始终让影迷津津乐道 1971年 严俊指导时因过劳昏倒 医生建议他不宜继续当导演 夫妇俩便移民纽约 李丽华开了餐馆 严俊则去银行工作 严俊在1980年因心脏病过世 李丽华曾感叹 如果严俊能跟他一起 多端端盘子 放松心情 多多活动 也许就不会走得这么早 3. 闺秀淑女石英 皇帝小生赵雷 石英是备受期待的青淑女型艺人 事业起飞时毅然结婚 赵雷是首屈一指的古装小生 温文间蕴含霸气 凭西施等金马影帝 石英是五六十年代香港著名电影女星 金马影帝赵雷的妻子 曾担任多部少事电影的女主角 多于赵雷扮演情侣 后来在1958年 28岁的石英与30岁的赵雷 在现实中结为夫妻 1966年 赵雷凭西施获得第四届金马影帝 1996年6月24日 赵雷逝世于中国香港 1996年 因赵雷过世而结束婚姻关系 夫妻共度38载 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四 学生情人林翠 文艺名导 秦健 林翠是电貌代表性女星 难得聚英气的女演员 秦健出身粤语影坛 年少成名 无片不卖 林翠本名叫曾毅 家到中落之后 林翠迫不得已走上了从毅之路 1953年 刚刚出道的曾毅运气还不错 彼时林戴平界出演翠翠 宏集一诗 于是导演林几一动 给曾毅取了林翠这个艺名 林翠当时参演的第一部作品《女儿心》 当时正是由秦健指导的 秦健本名陈健 后来进入娱乐圈之后 改艺名为秦健 他自幼家境贫寒 因此秦健进入娱乐圈争名夺利 就是让群家人过上好日子 1959年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生下一子 取名为陈山河 婚后的秦健 沾染上不良嗜好 林翠无法忍受 在1967年选择了分居 1969年 秦健在邵氏员工宿舍里 结束了生命 5.青春靓女张冰茜 文艺小生 关山 张冰茜在圣玛丽女书院毕业后 即考长城影业 关山评首作阿Q正传 和瑞士罗加诺影展影帝 张冰茜是长城电影公司 最出众的美女 关山凭借阿Q正传 拿下国际电影节的银帆奖 成为了香港首位获得国际影展的演员 在演艺方面 有着极高造诣的关山 和张冰茜结婚后 仍与许多女人暧昧不清 张冰茜考虑到 她和关山的身份和名气 对丈夫的多情选择了隐忍 在镜头前 努力维持着夫妻恩爱的形象 女儿关芝林的到来 则像一个纽带 将渐行渐远的夫妻又系在了一起 她出生后 关山有所收敛 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可就在张冰茜以为 自己的隐忍终于换来了 丈夫的醒悟时 两年后 关山又本性复燃 经常夜不归宿 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张冰茜又为她生了个儿子 然而感情一旦不在 孩子再多也无济于事 于是两人于1975年离婚 六 三公主 陈思思 百万小生 高远 陈思思与夏梦 石慧 合称长城三公主 高远 外形英俊 形象正直 作品金英 为香港首部 百万票房电影 陈思思 原名叫做陈丽梅 在她15岁的时候 跟着父亲搬到香港 当时她陪着好朋友 去长城电影公司面试 没料到被面试官一眼看中 她的第一任丈夫高远 是她好闺蜜乐蒂的男友 和乐蒂由于异地恋不经常见面 便和陈思思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 不过好景不长 她们在结婚后 高远移情别恋 两人1970年分居 到了1975年便正式离异了 两人育有一女 7.睡美人叶峰 标准小生张扬 叶峰是独立浪漫的新女性 身材修长的美艳女星 演技自然 歌声富饶韵味 张扬的荧幕形象俊朗温和 是电貌最倚重的一线小生 叶峰最大的一部代表作是《长推姐姐》这部电影 《长推姐姐》这个称呼一度成为叶峰的代名词 1959年 叶峰在和张扬搭档出演异曲难忘时 呼声好感 后来叶峰还因此跳槽哨事 两人只做了四年夫妻便分开了 加上后来叶峰和凌云走得很近 有不少记者猜测 两人当中有一个男三叉族 更是对这件事大肆渲染 1965年 由叶峰和凌云主演的电影《痴情泪》 刚刚上映就遭到了影迷的抵制 称这对狼狈为奸之人败坏了社会风气 失去了影迷的支持 在此之后 叶峰主演的电影票房业绩一路下滑 均以惨淡收场 甚至一度达到无人问津的程度 八 蝴蝶美人乐蒂 喜剧盛首《陈后》 乐蒂是气质温润典型的女性代表 凭梁柱或第二届金马影后 陈后擅长时装文艺与喜剧 风絮幽默的形象神职人心 乐蒂和高远曾有过一段感情 可惜被陈思思插足 这时陈后进入了乐蒂的视野 当时的陈后有妻子 有孩子尚未离婚 1961年 陈后办好了离婚手续 1962年 在哥哥的反对声中 乐蒂还是如愿嫁给了陈后 同年九月 两人的千金陈明明出生 日子渐长 她就经常在外面与他人有染 后来乐蒂提出离婚 但陈后还是大言不惭地希望 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乐蒂二话不说 转身向法院申请分居 她带着女儿离家 与哥哥雷震住在一起 九 武侠女星焦焦 性格硬汉 黄宗逊 焦焦是话剧出身的演技派 凭独臂刀受到瞩目 黄宗逊是硬汉型性格演员 正反派角色皆擅长 焦焦原名焦丽娜 焦焦不仅有焦好面容 也很有表演天赋 1961年 中营举办演员先修班 有人向中营推荐焦焦 结果在一千多位投考者中 焦焦是十四位人选之一 1966年 导演张彻看中他 邀他与王宇演出独臂刀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独臂刀大麦 成了当时香港第一部 冲上百万元的国片 1963年 二十岁的焦焦 嫁给大他二十多岁的黄宗逊 隔年黄宗逊赴港 加盟邵氏 婚后 两人生了一子 1966年 黄宗逊赴港车祸受伤 焦焦赴港照顾先生 想不到 却为他的演艺生涯 开创了新的天地 然而 1976年 黄宗逊发生车祸逝世 焦焦带着孩子 独自赴港生活 十 梁兄哥 凌波 英俊小生 金翰 凌波以黄梅调梁柱爆红 从此稳居国语片一线 金翰因花木兰结识凌波 从此 人生与凌波连接 今年二月 资深传媒人 汪曼玲在社交平台 晒出与凌波的合照 其丈夫 金翰也在场 夫妻俩虽然 年过八十岁 但看起来非常精神 从照片可见 八十五岁的金翰 虽以白发 但仍摇板挺直 八十三岁的凌波 更是风采依然 据悉 早年凌波曾患上乳癌 术后康复 或许是经过大病一场 更注重健康 夫妻俩人 不时一起做运动 凌波曾是 六十年代少士顶流影星 曾凭借烽火万里情 封金马影后 八十年代 他渐渐淡出荧幕 并与同为影星的丈夫 金翰移民加拿大 过着幸福低调的生活 金翰原名 毕仁旭 从影后 平花木兰中的 李广义角 成名即走红 金翰和凌波 是圈中的前辈 人缘很广 也是模范夫妻 两人结婚至今 57年 依然恩爱 两人的儿子 也都在演艺圈工作 字幕by紧 杨宏敬